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能取所取皆要不得 過云皆不可取 取就是執著 執著就是錯誤 錯在哪裡呢 因為星星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星星裡頭要有 你可以取 星星裡頭沒有 所以你取就錯了 星星裡沒有 那我不取行不行 不取也錯了 錯在哪裡呢 星星裡面雖然沒有這些髮像 它能現髮像 所以星星不是我 星星是空 空不是我 空中能生有 能生幻像 像雖然不真 它能生 因為它能夠生像 生這個幻像 所以你也不能取空 你取空就錯了 這個就是說明為什麼兩邊都不能去 師法相不能見信 除非法相也不能見信 都錯了 這個師 把這個一切法都不可取的道理說出來 我們明白了 懂得了 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要會用的話 那你的生活 就是過點佛菩薩的生活了 法與非法 法與非法 兩邊都不去 你得大自在 你真正的智慧 先前 你煩惱沒有了 這個生活方式是什麼呢 我們講習當中常說的 隨緣而不攀躍 隨緣而不攀躍 隨緣怎麼不取非法相啊 一切都隨緣 我不落空啊 心裡面乾乾淨淨 隨緣 與一切法 沒有分別 沒有職責 不住法相 沒有法相啊 法與非法 法與非法 兩邊都不去 這就是古大德所謂的 隨緣消就業 這話說的真好啊 如果你也有知足 也有能取所取 那你就又造信仰了 古德講 莫根造信仰了 你又造信仰了 那就壞了 所以說搞清楚 搞明白了的時候 我才知道 佛講的是對的呀 佛所教的是 一點都沒錯 法與非法 都不能夠取 都不能夠執著 我們才能過得快樂 才能過得幸福 才能過得像祝佛菩薩一樣美滿地生活 這個念頭轉過來了 那就恭喜祝未來 喜從何來呢 你現在是誠願再來了 你的業障消掉了 沒有了 業障怎麼消掉 因為業障就是分別之主 我一切分別之主都沒有了 那業障就沒有了 智慧先前路 從今而後 你所修的這五量功德 年裡穿衣吃飯 都是五量功德 真是智慧 廣度眾生 廣度眾生 做的是這個 念頭一轉就是 真的是 轉煩陳身 轉煩惱陳菩提 轉夜報為成願再來 轉夜報為成願再來 這段事情 在禮上 在禮上 在四上 金剛經講得透徹 真是謹要祥明 不露宿 這段事情 直接了當地 為我們說出來了 要緊的 要緊的 就是要在生活上 提得起 觀照的功夫 觀照的功夫 穿得乾乾淨淨 不捉空 不取非法相 雖然 雖然穿衣 沒有分別 沒有執著 不取法相 這就叫 我們隨語言 而不攀遠 不固執 一定要穿什麼顏色 一定要穿什麼款式 那就執著 那就取了法相 一切都隨眼 隨意語言言就自在 穿衣上 像於法相 和非法相 都不取 穿衣裡 就形式出 金剛薄弱 轉從哪裡轉 就從這裡轉 過去天天穿衣 現在天天還穿衣 可是從前穿衣 跟現在穿衣 不一樣了 境界不相同了 以前著相是凡夫 現在兩邊都立 佛菩薩了 那怎麼會一樣呢 從前穿衣吃飯 是搞六道輪迴 現在穿衣吃飯 無上菩提 怎麼會一樣呢 學金剛薄弱 要在這裡學 學了之後 馬上在生活上兑現 你是真的學到了 你真的得受用了 如果不能把學到的這些理論方法 變成實際的生活行為 那你就別學了 金剛經聽了 念了 依舊搞生死輪迴 那個就錯了了 那不是佛對我們的願望 所以要緊的前頭都說過 佛法了 要行呢 不要住啊 也就是說 要住啊 佛法要住啊 不再可說啊 世尊顯示出來的神教 世尊顯示出來的神教 完全做出來 釋迦邦尼佛 古地上所證的 無上菩提 就在生活當中 點點滴滴 通通邪露無遺 沒有一絲毫隱藏啊 通通都露出來了 雖然他都顯示說 我們眼睛裡頭有意義 眼睛害了病啊 長了白內障吧 嚴重得很 看不見啊 下了眼看不見啊 不是佛沒露出來 佛菩薩通通顯露出來了 可惜我們看不見 故在我們自己 佛菩薩沒有過世了 所以世尊你看 身教 眼教 身顯露出來是圓滿的 眼所出的有限的 這個我想 各位同學 冷靜去想想啊 應該能夠體會得到 佛講這麼多經 所講的 還是很有限很有限 但是他在生活上 所表現出來的圓滿 大圓滿 那就是窮接不盡的 都在生活上表現出來 這個味道很深 很長很濃 華言間上比喻 戒指那虛擬 戒指是很小啊 又說 一微塵裡轉大法輪 微塵更小了 比這個戒指還要小 一毫端 容大全世界 毫端是我們韓謀 那個韓謀尖端上 這真地不講 這就是事 點點滴滴圓滿寫露 絲毫地隱藏都沒有 在那裡 在一微塵之中 在矛端上 活寬穿衣吃飯 那還用得著說嗎 想這個地方去面面觀 想這個地方去體會 才真正知道 佛法不可思議 我們的心心不可思議 而後才知道 我們生活當中 點點滴滴都不可思議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